都说字如其人,明星们的字也反映了他们的性格,比如王源,小小年纪就写的一首好字,看到这个字网友都忍不住,夸真是个笑天才,长得帅字写的好的王源,谁会不喜欢呢? 在国家榜葬节目中,一样千玺带来了一段大课顶名文小潮,获得主持人张国立木赞,据说千玺的书法一直没有落下,节目后也有许多粉丝开始追随她去学习书法了,景博然释出了名的字体漂亮,据说她的字还被QQ列入字体库,哇,真的是很厉害了,孙丽的字也很漂亮,平日里娘娘也没上页字, 都出了自己的字体呢,吴亦凡的字很有小学生的味道,是不是因为从小出国的缘故呢? 陈道明的字厉害了,真的就像一个书法家写的一样,有老艺术家的风范,范冰冰的字和她的外形严重不符啊,范冰冰长得很美严,字却有点有趣话的感觉,很有反差萌了,刘亦菲给本思写的信真的很有诚意,写了整整一页, 在最后还画了个茫茫呆的表情,少女性满满了,杨亦菲的字看起来很舒服,心里也充满了对粉丝的感谢 要知道,杨亦菲以前可是以第一名进入北电的,刘诗诗的字和她的外貌一样可爱,尤其是签名很有特色,一看就知道是刘诗诗的,李一峰的字和吴亦凡的很像,都是一笔一画写成的,关键是李一峰还配为ZZZ, 这也太有同心了吧,徐凯就搞笑了,麻辣他三个字两个不,会写,自己罚钞后,还被网友吐槽字太丑,你最喜欢哪位明星的字呢? 突变来与网络,如有意义请联系删除